这是年庚瑶的复仇时刻 用傅宁安的人头换来了他的威胁 几个月之前 傅宁安当众和年庚瑶硬刚 为了稳定军心 年庚瑶暂时同意了傅宁安的用兵方略 让他带领手下全部兵马去找叛军主的决战 这是年庚瑶坐死之路的起点 他写信告诉雍正 自己有个大胆的想法 这天晚上的雍正脸色非常铁青 像是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 他把奏折放在一边 戴上眼睛开始灰心 雍正似乎害怕年庚瑶不能放开手脚 继续补充道 就算你做错了 朕也不会怪你 军需粮草 我自会源源不断的结解 所有的事情你都不用管 只需要操心一件事 就是好好学习 呸 好好杀敌 你要替朕争气 脚裂了叛军 守住了西北的门户 你就是朕的恩人 雍正这词呀 可用得够重呀 您这用的是夸张的修辞手法 年庚瑶那边呀 可就全当真了 雍正呢在这写信 十三爷呢 在家忙着咳血 十三爷在家里疯狂咳嗽 阿兰紧张地打开手帕一看 一脸的惊讶 怎么又见红了 是啊 十三爷的身体出现了奇怪的变化 每个月呀 总有那么几天会见红 我看 还是告诉皇上 请太医院的太医 来给你看看 那 那是此人啊 不管怎么说呀 如果让太医看了 必然会让他多休息少加班 但四哥眼下事这么多 都快累费了 十三爷呢 也不愿独活下去 咱哥俩一起累死去求 这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 是昨儿给您送来的 书下们看您太累了 没敢惊动您 是今早一起给您送来的 这是什么事 这个单卡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收到折子的十三爷 得知傅宁安要遭殃 也顾不上快报废的身体 马不停蹄地去找雍正 果然还是迟了一步 雍正呀 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 将在外 今天有所不受啊 再说了 为了大局 有时候也不得不这么做 收到雍正回信的年庚瑶 终于稳了 一个杀局在所难免 而雍正的这封信 恰如一把惺惺之火 彻底点燃了年庚瑶 内心快要无法抑制的欲望 从此以后 他将变本加厉 为所欲为 这不机会马上就来了 一名军事飞马来报 傅宁安将军已经和叛军交战 年庚瑶大喜波望 一把从椅子上弹起来 迅速看了一眼地图 按照之前的计划 因为叛军有地理优势 只要傅宁安找到他们的主力 严庚瑶应该率领大军马上跟进 然后两支部队合力夹击 方可一股荡平叛军 如今可怜的傅宁安 风餐露宿几个月 可算是找到叛军了 这消息也送过来了 年庚瑶反倒不急了 这不一会儿 又一名探子来报 叛军投下阿斯坦峡谷 傅宁安将军已经率兵追了进去 年庚瑶听完眼咕噜一转 不应该呀 叛军敌我们熟悉地形 就这么不经打吗 他转身看了地图 大家一起来到作战室 年庚瑶一把掀开盖骨 一个精致的沙盘映入眼帘 从地形上来看 阿斯坦峡谷两边高 中间低 是个大伏击的天然场所 傅宁安这孙子肯定要被瓮中捉鳖了 随即年庚瑶开始战略部署 多用弓箭 带火军逃出 敌军追击的时候 用弓箭拦住他吧 全军出动 全火迎接傅宁安将军 驾